黃國昌副官局哥倆好一對寶 會改革法案三讀通過 民進黨立委們上台發言砲轟 王世傑把矛頭指向藍白昭偉 那我可以理解過去的夥伴 他們支持民主進步黨 只不過說我這個人的個性 是就事論事 我參加每一場公民運動 都有明確的訴求 喊話立院外抗議是過去的戰友 只是現階段新戰友成了國民黨團 更成了綠營攻擊破口 傅君奇 敢做就要敢當犯罪就要坐牢 被民進黨用刑法100條 用意圖犯來辦我 我不但沒有違約交割 不但沒有內線交易 用意圖影響行情 把一個五星現場打入大牢 傅君奇認為自己入獄 是被民進黨迫害 而黃國昌先前曾諷刺 權貴犯罪假釋太快 但先階段兩人在法案上站在一塊 每一個人犯過的錯誤 我覺得就應該好好的面對 我也不贊成 就拿他過去的刑案紀錄 去跟現在我們所在推動的國會改革 去把它混在一起 雖然立法院法案已過 但地方議會反對聲浪也沒停 無黨籍議員要花蓮縣議會 也推藐視罪 拿出板子要縣長簽名 不過徐真偉拒絕簽署 而在桃園路上還出現這畫面 地上白漆噴上我藐視國會 司法已死等等字眼 不過因為這是私人土地 憑政區公所表示無權干涉 雖然法案已經刪讀 但持反對意見的 能出的可不止三招而已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